上一節的課程是禪修課 然後有30分鐘的靜坐禪修 20分鐘的分組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參禪的題目是 硬無守住生其心 這是用我們在 專注中去參這句話從內在裡面去體會 這句話的含義是什麼 要用內心去體會 而不是用文學去解說 文學解說就不是禪了 就不是禪了 那你了解嗎 禪是要用內在 你今天在專注中所感受的那種硬無所住生其心 在你打坐中是如何的感受到它 再來就其他就是你在打坐當中有什麼障礙 比如說有什麼突破點或者哪一個點你沒有辦法突破過去 或者打坐中有什麼疑惑 你都可以拿出來 在分組討論的時候可以拿出來檢討 然後由組長副組長來做這個 幫你們提問 或者心得報告 由這個組長副組長來報告你們今天所學習的心得 那報告會不會 錯的對 沒關係 都沒關係 似乎都會在後面整個結束以後會多於解 幫各位做註解 那疑惑的部分似乎也會跟各位做解答 這樣了解嗎 好那我們就進入第1組的這個組長來先 這個做你剛剛的這個心得報告跟疑惑的 師兄師傭 師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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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來 等一下 這個都要拿好 來 接一點讓他一分 拿接一點 師兄師傭 師傭 大家好 靠近一點 我們剛才分組討論的 時候 那師兄會有 身體熱熱的 有一點氣飄的感覺 他腳會有麻麻的 幸福師兄 他身 身體剛開始 會有一點熱熱 他身體 慢慢進下宅 會有一點 涼意 涼意 他聲音清楚的時候 身體 身體那個額頭會有 會有那閃爍亮亮的感覺 會產生 行關會有一點 漲漲的 腳會麻麻的 我本身是 會有一點 睡意 頭腦是清楚 那時候會 跑出生活的影像 兩字省瘦這樣 就很親近 會想睡又 又不是真的睡著 身體就很輕鬆這樣 大家都 感覺 很不錯 好副組長 小心 師尊 各位師姐 師兄 大家好 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是 這樣 口水 會越來越多 身體 會從 肩膀 以下慢慢的 往腳那邊發熱 我本來 因為我的下巴 本來就不舒服 結果師傅 從我的頭這邊 吐一下以後 整個 整個左手 好像那個 金脈 好像 左手都好了 那個 左手本來也是 普通現在好像 覺得不酸了 不知道是短暫還是 什麼都不知道 好就這樣 來第二題 小金脈 小金脈 師尊 各位實相機 解答 那 這邊 大家討論以後 是這樣子 就是 大部分都有 身體 發熱跟流汗 那 也會 流口水 可是 然後 有好幾次 像我的話就是 到後面就是 快倒下去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 太放鬆了 那 像師兄 今天他比較特別是 他只有看到 紫光 可是 我沒有辦法跟他解釋 這是為什麼 那 大部分都是 發熱跟流汗的 現象 謝謝 然後組長 大家好 今天我的感覺是 就是 冒汗 發熱冒汗 然後有 口液 還有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看到 枕頭的那個 紫光 看了差不多有 一兩分鐘 然後 後段就是 可能是比較放鬆的 就 好像要睡 然後我們 那個老菩薩他說 他們是 第一次做 也沒有什麼感情 就這樣 謝謝 好第三組 麥克風盡量拿靠近一點 因為我們這個也有這幾波 謝謝 看你身邊能夠 正常一點 師尊 各位師兄 各位師姐 大家好 我們是第三組的 那我們 我先 講一下 廟隆師姐 他分享的就是 他覺得他在家裡跟 在這邊打坐 最大的差別 也就是說 他這邊 安全 安全感就很足 因為 不會有家裡的 他覺得說 心口有一點 懵悶的 頭皮有一點 發麻 這個應該也是 那個八處的現象之一 八處的現象之一 那我個人 可能是 常在家 家裡打坐 比較鬆散 聲音 把它調大聲一點 比較鬆散習慣的關係 所以 被師尊糾正了兩次 身體的姿勢 拿上來 不要放在下面 好繼續講 那這個可能是以後我在家裡 在持續打坐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 在打坐的過程 就是 盡量去做到 這個 一念不深的 的這種 這種 這種想法 不過如果 既然還是想法 那這真的就不是一念不深 這個就是 自己要慢慢再去參的地方 好 這是我們第三處的報告 好 後組長 師尊 師兄師姐們午安 我要說的大部分都被師兄說 說完了 那我要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我星期三也有參加 這個活動 然後 星期三的時候因為我回去有看視頻 我發現我自己會晃 前前後後後的晃 那我今天 今天在這裡做的時候我會努力定住自己 不要像上次那樣晃來晃去 然後我有短暫的時間覺得自己輕飄飄的 就是覺得自己體重比較輕這樣子 然後在 後半段的時候 中後半段的時候我有 就是在光裡面我看到的觀音菩薩 那我想說可能是我又自己胡思亂想之類的 然後做完這兩場 就是我每次都很想跟他 就是做完的時候都很想跟自己說 這次很開心幫自己拍拍手 謝謝大家 第四組 大家好 我是妙凡 我們是第四組 那我們今天 是位大德小姐 她就是 師姐 師姐 那本來在文化 本來就有差異 那對於別人的關心 比較容易心慌 那打坐之後呢 反觀就是 心會比較安定 靜心 心比較不慌 這是 她現在的感覺 那我們的廟會師姐呢 她有疑問就是 人在氣虛的時候是不是比較容易 有調局的現象 那她這次參的話就是會浮現 蘇東坡跟佛印兩個的對話 那蘇東坡說 巴風吹不動 那佛印就說 狗屁不通 就是 撐的結果就是 心如果 是浮動的 就比較容易 就會亂 那妙媚師姐呢 那妙媚師姐呢 她打坐的當時呢 就心 會比較安定 那 一樣會有八處現象就是 口水都比較多 那還有就是 餐禪的部分就是 心守住了 法就存在法界中 那 道就生 手口不妄語 不兩舌 妙語自然流露 那我個人呢 在 剛開始打坐的時候呢 一樣會出現光 那今天呢 餐 在打坐的當時就只有一種顏色 那我的關節處跟背部就會刺痛 那一樣會有八處現象就是 口水比較多 那 那剛開始 在打坐的當時呢 我的 肩 跟壇中呢 就是會 也不是胸悶就是覺得很 很沉重 那在餐禪這當中呢一直到 快要 時間快要到的時候呢 我這個胸口跟這個我的 彈充才會 才有慢慢的 開了 就是比較舒服 這 這個就是我今天 餐的 好 各位師兄師姐 師尊師 各位師兄師姐 午安好 那 今天的話 剛剛我們的那個組長他都已經有分享我們這一組的內容 那那個妙凡師姐 他 他很想要我問一下說他明明就已經就是已經有在 安定的 奇怪為什麼在中間的時候很容易會有這個痛感就是在肩頸的 故事都補充了 那這是我們這一組的分享謝謝 第五組呢 師尊師兄師姐 我第五組 因為我們一次都一開始都是身體會發熱 然後 有三位師姐是 兩位師姐一直會往前傾 然後 再調回來 再深呼吸 感覺就很好 這樣子 然後 有一個師姐是他 好像說 玄關這個地方有東西這樣按著 的感覺 然後在調氣以後 是不會覺得不舒服 調完氣就 比較好 那 我個人的話 我是 時間上 你在我家裡靜坐的時候 好像 比如說我在家裡15分鐘這邊好像半個鐘頭這樣 時間感覺比較快 他沒什麼 時間感 然後我的 玄關那邊都是 出現 一片的霞光 要不然就是白光 那我心裡在 一直不會去想說我要什麼光 只是 他就是這樣出現 後來我就覺得 因為我平時也沒有在念經 所以師父這個題目 不是很了解 可是有關於心 我就一直在想說我要怎麼 又不能把心放空要有妙影 所以我就一直在 把這顆心盡量想說我要進我要進 其他也沒什麼想法 然後感覺上 就是 一開始我做下去的時候就是從頭到腳一瞬間就是 整個 很 很發熱這樣子 然後在做的時候那個汗好像用噴了這樣 可是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又有一絲的那種 清風 佛面這樣的感覺 就感覺就非常舒服 謝謝 以上 謝謝 哈囉 師父然後師兄師姐們大家好 我呢 我靜坐的話其實在這邊跟家裡其實 都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一開始可以 拿摩 彌勒 佛 到丹田 然後呢 過了九次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慢慢變短 然後最後短到只在這個 就 這個 這個地方 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會開始 會看到 一點點藍 然後一點點綠 很模糊的這樣晃了兩三下之後 就 會 準備睡著了 然後就會看到一些 劇情 或是人的臉 當然都是很模糊的 然後就這樣清醒 可是 有時候他又會 回到我的那種正常的意識 比如說 等一下做什麼 然後什麼料還沒備 就是會這樣 就這樣反覆 那就是我一直覺得這樣 很習慣 然後不知道怎麼去 去解決 然後對 這最大的困擾就是會睡著 那師傅有說那個就是 身體太虛 那另外就是分享一下 我覺得自己靜坐 跟在這裡真的會 很 不同 對 那種干擾一樣會是 就是 會有聲音 可能有人 稍微咳一下 或是什麼 但是 心還是會很硬 可是在家裡的時候反而會去注意很多其他的 雜音 我覺得 這裡 這樣子的靜坐 我很喜歡 報告完畢 師兄好 師兄師姐大家好 我這一組是先講廟 廟廚師姐 他星期三有做過一次 禪修 然後他說 星期三做跟今天做是完全不一樣的 今天做就感覺 是 後背 變熱 然後 做了一段時間之後就慢慢的 退掉 就不會那麼熱 然後做完之後他就說他感覺很輕鬆 那他說星期三做的話就是感覺放空而已 所以他今天做他感覺今天的收穫非常的多 然後再來我另外一個師姐是 妙手師姐 他說他做的時候他全身是放鬆的 然後調息 調息之後他自然就內觀 他內觀他自己的心性就是 但是他是不是 進來 到場之後 他的習性跟那個 頂氣有沒有改變改善這樣子 然後 前次打坐有這種氣動現象 這次就不會 這個就是 越來越穩定 氣動的不是不好 氣動是會有講過有些你的輕弱不通 或者你曾經有這種疾病受傷過的人 其實在打坐有時候 因為我們在 這種深呼吸 調息的時候 已經開始讓我們的任督歐脈 帶動我們 所有輕弱開始在整個轉周圍 這個過程當中 全身的血液心 都會跟著我來的輕弱在坐 那你的 曾經有受傷的地方 或者是你這個血管比較狹窄 或者普通的地方 就會出現疼痛的現象 或者在衝麥的過程當中 就會出現氣動比較嚴重的現象 這個在初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但是你要知道 要知道就好 要拿就好 要知道這個是衝麥 不要說不要對自己來的來的 不要打人都想對他 不要打人都想對他 打人都想對他 搞不好真的是沒有 所以我有跟他說這個生的也很完動 是不是 好也會不會也會 不過我現在看給他 好也會不會也會不會也會 是不是 對吧 我們知道嗎 這個明明打坐就有氣動的 指定都不會有歸時 就靈動 不見得 那怎麼分別 師父之前就有講過 如果你的意識是非常昏迷的 這個就是靈動 如果你的意識有80%以上是清醒的 這個是氣動 90%是氣動 所以這個是不必懷疑 不必懷疑 那氣動你就更不要去理他 你就知道這個就是我的身體有經絡不通 反而更需要透過是 去動的這個過程 把這些氣脈給他 通順 給他給通順 這不管對你的身體也好 或者對你往後倒坐 都不會每坐坐到那邊 動又來 因為氣走到那邊的時候要開始動 如果你那一關沒有過 你每次打坐到那邊就又來 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又來 對不對 如果是氣動的話 100%又來 因為那個那個脈沒有沖過 講清楚 所以如果你的意識是清楚的 那這種氣動的現象就不要去把他打 也不必刻意去把他打 只要 氣動 繼續鎖住那一內就好 你不要去理他 那這種氣動 會把那個脈衝了會更快 只要你意念不移轉 不因為氣動而移轉 那這樣你專注越專注的話 這個氣脈會越順 會越順 這個 這個就對我們的身體 狀況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大不了解 這樣了解 再來是心本來很慌 專注以後就比較不慌 其實 有時候人的心會慌 有很多因素 很多是家庭因素 或者工作因素 或者是 個人因類有這種靈障問題也不會 那工作因素 應該是 比較不會常常出現 因為有時候會死好人 那如果經常心慌 那這個可能是靈的問題 這個靈就是會害怕 有些因君載著靈很低 看到人也怕 看到鬼也怕 看到神也怕 看到什麼都怕 那這個就可是你的靈 靈低 你如果很高的就 看到什麼都不怕 好像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那是靈的問題 對不對 你的靈如果看到什麼都不怕 都怕 那可是你這個靈 層是靈低 那這樣怎麼辦 更要修行 更要修行 像你一個人 很有大人 你看到什麼靈 對不對 那你很無大人 你看到這麼嚴重 對不對 這個動力就是 一樣 這個靈有沒有這種 人說 燙死鬼 有沒有 真的有 你看看你處理 有眼睛那個靈 走快死 你看看有沒有 師傅你不要跟他打 我說是不是跟你打 是不是 我明明不跟他打 他一直怕說 師傅你不要跟他打 你看 我還沒跟他講 就有 總數你不要跟他打 你看那種靈也有 你們怎麼看 是不是 沒有那個靈 你是要怎麼 對 你有知道你夠怕嗎 也有那種靈 對不對 這個靈的整次對於有 有什麼 但是是 但是是 血靈 或者是 陰靈 或者是一些 祖靈 恩親在主 我們一定要問清楚就好 那在聖連宮不管是祖靈、淵金、載祖、鬼靈都不用怕 因為我們聖連宮有在做山草普渡 你修道程度這種現象出現的時候 我們可以幫你處理 不會像之前師傅記其他優惠教道場 因為有直播不要跟人講道場的名字 修道給你出現的時候 那個法師說師姐你像是不能來了 因為你這樣子好像有精神錯亂 對不對 一關到了你去那邊什麼 那個領出來的時候 人家會覺得說你這個出來亂的 那聖連宮會不會 不會,都會幫你解決 會幫你解決 所以有時候你們有這種靈媒體質 你們真的沒有選擇的 沒有選擇的這個問題 沒有選擇的機會 只能選擇一個好道場 但是沒有選擇宗教太別的這種什麼樣機會 沒有選擇 我如果可以收我也要來 我也要來一關島才緊張 還是來去讀書 我去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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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參加過 我以前去參加的時候 那一個店店 我如果不去他就不敢 而且這個故事 我說幾次不要再說 我跟他去讀書 我跟他去讀書 我可以跟你講 真的沒有消息 因為我也有去過 我也參加過 而且那個牧師看到我說 有弟兄 以後你要替我們主耶穌成大 我說佛教的威脅 我想叫我出嫁 人爵士的威脅也叫我出嫁 對不對 不然你看到我都不敢思 是不是 就是基督教的牧師看到我說 看到我說叫我要跟那個耶穌成大 對不對 母國聖言看到我都叫我要去讀書 但是贏人在生這 這就是贏人也不是 不然以我早上的經濟 我要去逛基督教 也是有辦法的 那些人我修理人說的 基督教不是一方人有辦法經濟 那些人有辦法經濟 我不是跟他們騙人 你了解嗎 啊總統的人士也不是他們 有辦法去走 那些人都落地了 有夠錢 你知道嗎 所以 很多忠告 都是 我們可以去收的 但是 都要講緣分 要講緣分 各位了解嗎 要講緣分 既然我們的緣分 是這樣我們才去讀書 我們這些都靈感 這些都靈感的問題 但是 如果你靈界沒有問題 沒有解決 那你的修行會出現障礙 那你的修行都出現障礙 你還有辦法成就嗎 修行的目的 不就是要解脫生死嗎 你連心生都不能平安 你還能解脫什麼生死 了解我的意思嗎 比如說我來講 等一下說我們修行的人 以前人常常常說 你有過兩方在什麼 我告訴你聽不懂 這有多多人都要把你拖起來 還等你洗的時候 你沒有要把你拖嗎 聽不懂 所以書經常跟你說 我們受傷是在受什麼 受過頭 我們希望哪一個做準備 這句話你絕對要聽下去 是為了無常來的 我們還在做準備 就是把我們這一點心 給它修穩定 無常來的時候 我們不控制不害怕 我們知道我們要往生天活躍 方向清楚 修飾又夠 公德力又夠 我們不控制 對不對 這個不是平常用努力嗎 還是臨時報我講 臨時報我講 你還叫我 你也算兩間就沒了 我現在就在鼓掌 是不是 所以我這 我在臉上處理一下 我說實際上 你這一個小孩 你會說 對 好 每天都在我便宰 走過來 你會贏 說了不過我去佛師 處理十多拜 你為什麼 我跟他講 你都在電視上做出門了 所以你不知道 那氣都沒收 我還知道 那有錢啊 三個社會理事上 我告訴你 三個社會理事上 剛才站在大機上 沒想到你站在小機上 是不是啊 六個都沒好 是不是 去屏東當中 我處理這次有好 你說處理怎麼會這樣 你如果比那個 你比較理的 我沒有 我沒有比哪裡 我第一的會就不是這樣 這樣而已 我如果要理的話 我想要比什麼 生贏老人想要比什麼 因為有他們的專精 有他們的專長 但是師父也會專精 跟我的專長 他們是甘褲 一個是基褲 對 我是心臟褲 對 你心臟褲褲 你找我 你去找他們 好 說你聽好嗎 一人一褲 是不是 不是 你就需要這塊 你照片就沒了 你照片說 郭兄的改正你聽得有 不是他們那麼慢 人家有他們的專精 那你了解嗎 我改正他就聽了 他說師父 你那些人很自賓 他們都沒有性感 別人 我說我別人 我就請求我什麼 不過人家應該是在台灣很幸福 你不能否認人家的成就 你說非理法師講究說誰跟他比 對不對 先人法師誰跟他比 人家佛教在佛光山在全世界規模 我們不知道誰跟他比 但是那很多學生 必須來找我注意 是對的啊 對不對 就這不是比的問題 就是隱婚 這樣了解嗎 好 再來就說 心底法師 這個就是剛剛有講過 就是法觸現象 法觸現象 好 再來我們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何謂應無守住生其心 應無守住生其心 即使是 世家盟友在金剛經的 這個開經段裡面的一句話 應無守住生其心 就是眾生如果在修行上 如果在觀相有這種受足相 眾生向我相接問見如來 他說一切法如夢幻套眼 有什麼 如夢幻套眼 易 易 易奠 易如奠 易如露 就像那 理工信啊 要殺的就過去了 像一早的流水裡頭出來就不去 所以一切法就是空的意思 對不對 那這次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心不要去执著認柔一個法 但是要不要有法 朋友講 空性必須要有妙優 但是這個妙優是無 是無上妙制 是無上妙制的妙優 而不是什麼妄想的妙優 你說空性也有妙優啊 對吧 所以我待會兒要去吃虎魚肉 對不對 那聖宏師 聖明師 像我們待會兒來嫁人 吃那些什麼 更新 你說 湯針汁 是不是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阿 你母子做這個給你吃 你竟然做到這段這麼難吃 是不是 你看你的腿 竟然都是湯針汁 是不是 對不對 對不對 老婆你穿這件衣服不好看 穿那些比較漂亮 你那裡竟然都是不 那衣服穿的衣服 穿的衣服穿的衣服 你覺得我好看 跟老婆一定覺得我好看 是不是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說是淡親戚 淡親戚 淡親戚 我們有無無無無 我今天主宰 師傅聽說 你如果有一個人 你買一個賓士 買一個老鼠來的時候 沒人說你怎樣 但是你如果特工 沒人說你買一個 老大師那時候 你剛剛說你一支貴 還要通告不行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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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現實 我們的心要安住在哪一種現實 這才是真實 我可以了解 我們收衣就是跟這兩人心吹一樣 不要在這個浴海裡面這麼誇張 對一切萬物都不要去執著 但是可不可以擁有 釋迦牟尼也說 天上天下唯我獨尊 世間一切皆唯我所有 但唯我 皆唯我所用 但唯我所有 他說天地萬物改 我怎麼能使用 但是 沒有一個主要 這個位跟我們說的意思 說你帶你 你帶不去 他的心空到這樣子 但是他有時候不能用嗎 他 天上天下萬物皆唯我所用 非我所有 就是說 擋你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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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有一些銀眼 你都可以用 但是不要去執著 你都可以用 我早就不行 我來做過 老闆娘 我今天剩一年 你也不買 也不去 我們兩個高情 那幾年我這麼說 你給我老 你不給我老 我阿伯都來找你 像那有時候 要給你靠著一個 對 剛才一早 我來找一個 今天我很害怕 他那兩天說 我沒有給他吃 你不給我 不給我 我沒有 這個很害怕 這人怎麼會怎麼會來 是不是 對不對 你看 有時候我們在乳腦 睡過了 你知道嗎 那要買 這個我 很久 這樣買的 那的 來很小 去拿拿拿包 其實他很不感冒 再把我買衣服 他覺得我買衣服 很小的 他不甘冒 但他就快要花一盒 沒什麼 你如果再有命,你把它印下去,這人給就知道了 這時候要修忍徒,是不是啊? 那時候要修忍徒,你如果修忍徒,你把它印下去,他後面就再見了 是不是?那你修忍徒他就知道了 所以修行也是要有功夫 這年中要怎麼修行? 沒有人去修行 其實修行真的可以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職場上,在你的生活上 是徐徐相關的 各位真的不要以為,只有在殘堂 真的不是只有在殘堂 他在你的生活上,時時刻刻都可能遺到 都可能遺到 所以一如手術生其心,就是你要總要把這罪戀邱正心 帶入你的生活中 在行處做過日常生活中,保存前進 而不起分泌執著,往面談真之理 對不對? 剛才說起那個例子,很快要遺到 我跟你講,你也不想遺到的東西 我相信師父拜託 他在說我,不要在我身上 我相信明天就來了 你不是嗎? 你不是我自己想的? 你不是我自己想的嗎? 各位,你要相信嗎? 那有些人,我們很多人都說 師父,你家裡有夠多 我相信我自己 天空離開,倒閉,回去,去天空也倒閉 我說心有所思 對吧? 古早人說日有所思,怎麼辦? 有所思 所以每天那種事情都沒有想想 想到月的事情真的 無事有了,存在 是不是? 所以其實我們心患空 就不會去無事而塵埃 那你每天真的想這種問題 想著,就有一種感覺 例如我自己說 我們在說 那些是全以鳳師兄 很久都來了 這個人很難閉嘴 待會兒哭哭哭 就是他來的 這你怎麼做過 不知道嗎? 這個很可怕 這個很可怕 就是呢 剛才泡在那裡 跟人家說 這個人很難閉嘴 待會兒哭哭哭哭 他來了 我跟這個無公義的朋友 是不是? 對不對? 各位你們覺得這個人 真的是有一種心靈相中的戀意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有沒有? 真的有 不要有 這個就是公益 這是公益 你不要不相信這個是公益 對不對? 是不是公益 公益 要不要小心 要 所以你看 你的公益 剛才你剛才說 你跟公益 有什麼事 是不是 所以我們平常就不要照公益 剛才公益 以後 那些叫我越多越多 越多越多 所以應無所數生其中 我們正因心能夠保持清淨 哪怕公益 我們也不害怕 我們也不害怕 我們都能自在應對 自在了然 對不對? 你可以做到這樣子 你的心就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穩定 這修行才有意義嘛 對不對? 但是修行 如果你在小事的上 跟人家計較 或者跟人家爭功相對 那其實都沒有意義 只會增添你的煩惱 所以我各位注意喔 你一個人常常生氣 你的苦悶會越來越少 這個要小心 真的要小心 你們知道嗎? 注意給我嗎? 你最初五年會氣到打招呼 這對不就有了 是不是? 那有人氣到中午 是不是? 那是不是氣到很現場 那這樣子是不是很笨 你才有這個個性 有嗎? 有要改嗎? 我看你在找我 真的有嗎? 是不是? 要改嗎? 所以上這個課的好處 就這樣子 師兄你一直笑 我看應該有 沒關係 你氣到一個好老婆 不錯 好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下一個了 下一個了 來 我們你們的上庭屋 電路六天陵 港德伊 姓文庄 我們你的周書 鳳族 台灣族地 吳耀元 我們的上司 前進的姓文庄 我們有多高居 有多高居 有多高居 廖元先頭 然後我們沒有 有多高居